今天呢來講奇灑這顆星 陳如這一系列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跟大家說的 每一個星藥呢其實是代表了 我們自己內心對事情的一個態度跟價值 那對應公位呢表示我們在那個公位上有這樣的態度跟價值 一般來說呢我們都只會去注意到說 譬如說貪狼是桃花星 只會是地星 可是它其實這個每一顆星在書上所告訴你的 那種什麼它是地星 然後它是桃花星 其實它都有它背後的含義 就像指揮星我們告訴你說 它所謂的地星的概念是因為呢 皇帝是需要被尊崇的 是需要尊榮的 所以它其實代表了是你內心裡面 需要被尊崇跟尊榮的那一塊 也就是說你自尊心之所在 貪狼這個桃花呢 桃花其實最原始的意思是發生 發現 長出來 那 所以它其實代表了呢 是你的欲望 因為欲望而有動力 動力而你會去追求 然後事情會發生 所以 貪狼星所在的公位是你欲望的所在 所以這一系列我們都在講這個概念 殺破狼這三顆呢 長期看老師視頻的人就會知道說 這三顆其實代表人類最原始的欲望 跟情緒 從貪狼開始 它是欲望的根源 那你有欲望之後呢 你要去追求這個欲望的時候 你就要有一個夢想 然後你要有一個不同於一般人的一個方法 然後創意 那這個是破君 所以你會打破舊有的規則 所以破君星所在的地方是 你夢想的所在是你願意去打破規則的地方 那欲煞是什麼呢 欲煞是在這個欲望跟夢想的背後支撐的力量 所以欲煞代表是你個性裡面啊 最堅決的那一段 所以為什麼欲煞破君跟貪狼 它是在三核內 三方式陣的那個三核裡面 然後是順時中欲煞破君跟貪狼 你從堅持的力量 然後有足夠的夢想跟創意 然後最後呢 會去滿足到你的欲望 這邊呢我們可以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譬如說 如果是欲煞在這邊 那在三核 這邊就會是破君 然後這邊會是貪狼 斗數裡面會有一個觀念啊 就是說啊 這個會剛好是關入宮的位置 如果你這邊當命宮的話 這邊當命宮的話 這邊剛好是關入宮的位置 也就是說 關入宮呢代表的是我們生命價值所在 你怎麼去追求你生命價值 比如說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整個日常生活都在念書 所以讀書的價值就是你整個生命的價值 所以通常我們在講說 你如果是在第一第二大線的關入宮 通常代表是你的學業 第三大線以後代表是工作 因為你那個時間點裡面 你日常生活的重心在哪裡 生命價值的所在 你要堅持你才能夠創造你生命價值的所在 財博宮是什麼呢 這邊就會是財博宮 如果命宮在這邊是剛好是財博宮 財博宮我們講的是生命的權緣 你這個人沒有錢 你就一定活不下去 所以這是你生命的權緣 那你有生命的權緣 你才有辦法去支撐 你自己這個生命的態度 然後去追求自己生命的價值 那生命價值追求的正確了 找到好的工作 你才有辦法擁有更好的生命權緣 造成一個這樣子三角形 像一個支柱一樣去支撐你的整個人生 所以為什麼人家講說命財官是三個公位 事實上是看一個人 很重要的概念 那這個財博宮代表的是生命的權緣 也就是說你的你要有慾望 慾望這個產生動力 還是動力產生權緣 然後呢讓你呢可以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堅持去追求 然後呢才可以產生夢想 然後做出跟別人一樣不一樣的事情 這是整個殺破狼啊 這三顆星的主要的結構概念 那一般大家都不會這樣去討論 也不會這樣去想 那為什麼它會是綁在一起的原因 那我們合過頭來講 所以七薩這顆星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代表的就是啊 我們對生命的堅持跟毅力 它在的公位就會是我們所堅持 跟不願於放棄的地方 在命公當同管十二公 通常表示說這個人呢 對他自己所信念的事情會很努力的 然後是不會放棄的 命公當管十二公 那如果說他是在官怒公 就表示這個人呢 他會對他所認同的工作 會堅持而努力 所以一般書上會告訴你說啊 他適合去做什麼軍警啦 然後從軍啦 專業技能啦 他如果對面是指揮跟天府的話 告訴你說 他適合去創業啦 事實上這些工作都是 你要有很堅持的信念 才吃得其苦才能夠撐得下去 在這邊就順便為 在這一段疫情的期間 為整個守護我們國家的 軍警人員還有醫療人員 他們都是有這樣堅持信念的人 才能夠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下 守護著我們 這為什麼七薩星會 在官論會被人家這樣子說的原因 那同樣的 在財博公也表示說 你對於你自己賺錢跟理財的態度 你會有所堅持 那夫妻公指的當然是在感情上面 那也是為什麼人家會講說 夫妻公呢 有七薩的人呢 如果做四馬地 或者說有什麼薩星 他可能會拋夫棄子 然後去歪語 會去遠走天涯 其實是因為 當他如果真的遇到真愛 他就會覺得他我堅持的相信 這才是我要的男人 這才是我要的女人 那其他的我都可以不在乎 那個堅持的信念 這有時候是很無奈的事情 因為你可能年紀輕不懂事 然後選的人不對 那後面才發現是對的 好那再來 如果呢他是在福德宮 實際上在福德宮 很多人都說他會是很適合什麼去修行啊 很適合去往宗教事業去走啊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你對你靈魂的信念是有所堅持的 那當然他就會想要去探索他靈魂的狀態 想要探索他的過去啊 來世啊等等 那這些要在宗教上面 心靈上面才 學上面才會有得到一個解答 研究久了 那當然就有可能往宗教路線去走 原因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樸依公或者是兄弟公 所以代表的是 可以說是你對朋友呢 是很講義氣的 你看你跟朋友是沒有學員關係的 純粹因為我認同你 所以我們中間有交情 那你會對這個交情呢 有所堅持 所以這種人當然就表示他是很有義氣的人 那當然他如果不爽你 他也很快就會要跟你往來 添災公 添災公代表兩個意思 一個是家人的關係 一個是財庫 在本命盤上面 家人的關係當然呢 就可以表示說 你對家人是綜藝系的 而且是堅持信念的 那通常這種人是照顧家人的 那如果是那個 財庫的觀念來講的話 其實就要看看 財庫公的情況 否則也就會變成是 你對你自己財庫 如果不小心有煞心 那就是當你要破財的時候 你也會好不手軟 子女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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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工指的當然是對小孩子跟性生活 當然有財庫 那這個時候財庫 就跟天台公的解釋一樣 那如果是性生活呢 堅持的力量 那還不錯 那對小孩子的態度呢 對小孩子的態度 有的時候就會變成是 小孩子如果不聽話 你比較容易跟他起衝突 因為你會堅持你自己的想法 這一系列啊 都會被大家問到一個就是 那老師你都沒有講極餓公 你們如果希望聽到是身體狀態 身體狀態其實不太會是在 本命盤出現 本命盤的極餓公 它會討論的是 你天生的情況 除了某一些組合 有特殊的天生殘疾 或是天生有什麼疾病之外 大部分你生病的情況 都會出現在運線盤 那我們這個系列 專門在談本命盤 因為心藥在於各公位的 這種價值跟概念 它會出現在本命盤上面 就是你與生俱來 你戴下來的個性就這個樣子 所以極餓公會代表的是 你對身體的態度 所以欺煞在極餓公的人 通常頗能夠要求自己的身體 比如說老師 我就不太能夠要求我自己的身體 有看我影片的就知道說 隨著影片越拍越多 我就越來越胖 完全沒有辦法要求我自己的身體 那能夠要求自己的身體的呢 那大概就比較不會胖 有沒有例外 當然有例外啊 你要看 它有一個坦能性在這邊 一個不小心有入進去 那也就是會越來越胖 它要求的部分可能就是 身體過得很舒服啊 不見得是瘦這件事情 通常極餓公有欺煞這一類的人啊 他在工作上面都比較 能夠願意操勞 這也是 再來呢 父母公 父母公當然就是表示 你爸爸是像欺煞這樣子的人 比較特別的是說啊 欺煞星 他單獨一顆星的時候啊 對面一定是天輔星 所以呢 他的內星啊 是天輔的這種需要 需要掌控一切這樣子的概念 需要有自己地盤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去看看說 欺煞對面如果是天輔的話呢 他會有集中諸核 也就是說 他的那個堅持點到底在什麼地方 譬如說啊 對面可能是指輔的 指揮要的是什麼 指揮要的是尊榮對不對 所以說 欺煞如果在 官入宮 他對面會是指輔 也就是說 他對工作上面堅持要的是什麼呢 要有足夠的地位 跟要能夠轉到籤 同樣的呢 如果是聯輔呢 如果欺煞在官入宮 這個 他對工作上的堅持是 他必須要在 工作上呢 有好的發揮的機會 跟 這工作是有創意的 是讓他覺得 有很好的人際關係 那如果是五輔呢 這工作也能夠轉到籤 如果工作 看起來 就是一副 不會加薪 不會賺錢的樣子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 我堅持不下去了 所以同樣的堅持 在這個宮位裡面 你還是要去看他對功是什麼東西 再來 七煞也有可能是雙星對不對 他有可能是五煞 連煞 還有呢 紫煞 五煞 這些喔 這裡面呢 我們教過誰 我們這教過 紫煞星對不對 紫煞畫煞為全嘛 當他是雙星的時候呢 就表示說 他是以紫煞為主 那你可以去看紫煞的那一段 只是呢 在紫煞要求的事情上面呢 再加上了啊 他更有堅強意識力 去追求這樣的態度 那前面五煞跟連煞呢 等我們講五曲跟連針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